大家好,我是朱世維,歡迎進入普通物理的第二講。 在開始之前呢,我想先跟各位聊聊關於學習的問題。 在前一講的開頭,我們跟各位介紹了整個課程裡面即將要進行的方式,還有跟各位聊聊如何解放各位的學習。 那麼在這邊呢,我想跟各位聊聊所謂的學習的樂趣。 我想從我的小朋友開始舉例,我們家的小朋友呢,最近剛開始學會認字。 所以他每天呢,非常認真的找生活中他認識的文字。 譬如說比較簡單的,像是大、小啊、你啊、我啊這些字,他現在都認識。 那麼在每天晚上講故事書的時候呢,他介於聽跟看的過程裡面,慢慢的會自己整理出自己認識的字。 然後隔天呢,他如果在生活中看到,哎呀,這個字我昨天好像看到還記得。 他就非常高興說,這個字這個字他記得。然後跟我說這個字怎麼唸。 譬如說他最近認識的字是肉。 所以我們晚上去吃滷肉飯的時候,他就會指著菜單說,肉肉肉肉肉肉,就很多肉這樣子。 他就很高興的跟我們說他認識這個字。 那我邀請各位回想一下,各位自己年幼的時候,對於學會一個新的事情是不是也是充滿樂趣呢? 不管這件事情是想第一次煎蛋,或者是你第一次學會騎腳踏車,這些過程不一定容易,但是常常都非常好玩。 可是你再回想一下,當你開始上學的時候,在學校裡面老師基本上也是試圖告訴大家一些我們本來不知道的所謂的新的知識或是新的概念。 可是為什麼在學校裡面學這些東西到後來會變得有一點興趣缺缺的感覺呢?那我認為這個原因是因為來自於學校裡面太重視競爭跟比較。 也就是說當學習這件事情脫離了學到東西本身的樂趣,而變成一種跟其他人比較高下的工具的時候呢,學習就不再是一件有趣的事情了。 我想跟各位稍微說明一下這裡面的一個重要的概念分別,就是我剛剛說的競爭這件事情並不是來自於考試或評分。 考試或評分在學習的過程裡面你可以把它想成是一個檢測學習成果的工具,而這個檢測學習成果在所有的學習裡面都是一個非常重要而必須的環節。 回到剛剛我們家小朋友試製的這個過程裡面,你可以發現當他隔天在看菜單的這個時候,他就是一個檢測學習結果的一個過程,而這個過程仍然是充滿樂趣的,並不是一個痛苦的過程。 那麼到底是什麼東西造成了學習樂趣的喪失呢?我認為是因為在考試跟評分的過程裡面造成的競爭,也就是說呢,在檢測學習過程裡面呢,不只是跟自己比較,你還要跟其他小朋友比較。 那麼跟其他小朋友比較的這個競爭的過程呢,就會使得學習這件事情的樂趣完全喪失,就變成是一個你比他強還是他比你強的一個比較的過程。 可是如果你在學習這個過程裡面,在檢測學習過程的階段中,你自己是跟自己昨天的表現比較,這件事情可以看到自己的成長,這個就是充滿樂趣的地方。 那麼如果這樣子講說,不要靠檢測學習過程來競爭,你會覺得問說,到了最後總是要分個高下,譬如說國立台灣大學一年收的學生就這麼多人,這個時候怎麼決定全台灣的哪些學生可以進台大呢? 我對這件事情的看法是講,沒有錯,到最後總是會有一場硬仗,決定哪些人可以在這個階段往前進,哪些人在這個階段可能要求別的出入。 但是呢,在這場硬仗之前呢,大家應該要先在兒時的學習經驗中充分的探索,決定自己想要發展的方向。 你想,你是一個希望往學術物線發展的方向的人,還是希望往其他興趣發展方向的人。 充分的探索之後,再來決定你要往哪個方向開始跟人家競爭。 任何一個領域,你要成為頂尖的人都要跟人家競爭。 譬如說,如果你希望往木工的方向走,你要成為一個頂尖的木工,你一定要花費非常多的心力,非常多的時間,把這個技術弄得非常非常的純熟。 一樣要跟人家競爭,要跟人家比賽,然後成為一個頂尖的木工,這個事情一樣要發生。 可是這中間的關鍵是,在這個發生之前,你有沒有曾經有機會充分的探索去思考自己到底要往哪個方向走。 而這個,就是剛剛前面講的,在學習的過程中間有了充分的樂趣,你能夠往各個方向去探索之後,才能決定往哪個方向走。 最後才有這個自信跟這個能力去面對競爭。所以這裡面核心的概念是,在學校裡面,考試跟評分的關鍵,基本上應該是讓我們的孩子檢測自己學習的成效,而不在於和其他人的比較。 尤其是在一開始,在學校裡面學習的階段裡面。而所謂的基礎教育的價值呢,就在於讓我們的孩子有機會接觸各種不同的體驗。 從這裡面去探索自己希望發展的方向。而且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是,是孩子希望發展的方向,而不是父母希望孩子發展的方向。 所以這整件事情的概念是,並不應該由父母或師長預先決定,整個教育的模子應該往哪個方向發展,然後把所有的孩子放進去。 就像工業社會一樣,把所有的人或是所有的機器,鑄造成同一個模子,然後通通一起送出場,去比較。 我們應該讓我們的孩子有更大的自由度來探索自己的興趣。我們也應該讓我們的下一代,除了探索自己的興趣之外呢,能夠有更好的自信,面對將來的競爭。 而這些呢,我覺得中間的關鍵都在於,重新找到自己學習的樂趣,而不是從競爭中得到。 好,回到課程裡面來談,我要再次恭喜各位踏上自主學習的路程。在Coursera裡面選課,基本上就是大家根據自己的興趣,來選擇你所想要的課程。 而在課程進展的過程中間呢,你基本上只跟過去的自己來做比較,而不會有跟所有的同學來排序來比名次,這樣一個情況。 所以這個線上學習的過程呢,可以幾乎說是一個非常理想的一個學習的狀況。那麼我也期待呢,各位能夠在這門課程的學習過程中呢,獲得非常多的樂趣。 。